我們在科學運算裡面要小心 要讓運算的結果的精確度不會太誇張 比如說有時候計算機按小數點好幾位七八位十幾位 那不需要有時候也沒有意義 為什麼呢?有時候後面是估計值太多也沒有用 所以我們定下一個簡單的規則 相乘或相處時最後結果的有效位數 必須與原運算之中有效位數最少者相同 這個特別注意最少者這三個字例如什麼 比如說這裡有五位相乘這五位 這兩位這裡四位除 不管這你可以先按計算機 我們物理課上課考試是可以用計算機的 出完之後先一個小這個括號代表 這還不是正確的表示 雖然出完計算機按等於六點三八七 可能後面還有不管了太多了 好那因為二點六只有兩位 我們就找最小的兩個 這兩位 所以我們要取到這邊 可是後面要怎樣?四十五入 所以最後就變成六點四 那但是呢在減法裡面呢 加法減法裡面呢 就不能這樣算 剛剛是乘法除法 這是加法減法 那應該怎樣呢? 保留小數點後位數最少者相同的小數位數 什麼意思? 比如說看這個例子就知道 好這個十七點五二四到這邊 我小數點後面三位 這裡二點四這裡一位 這裡三點五六 所以減完之後記住就保留到這邊 因為他只能估計到這裡 其實他這個對他而言太多了不要 所以你可以先按計算器 按完 得到這樣 好我們說只保留到這一位 小數後一位 所以這個後面沒有意義 四十五入 所以寫成十六點四 這要特別注意 這個的計算規則 那一般呢 我們平常習慣都是三位有效數字 比如說如果寫五 就把它當作五點零零 這我們計算也都是這樣子一個規則